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清政府签订了上全鲁国的薪酬条约 赔营4亿5000万两 其中美国分得了3200多万两 1904年,经过清政府和美国的谈判交涉 决定将赔款的一部分 自1909年起到1940年纸 逐年按月配还给中国 但是,这些钱需要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 在1906年给美国总统备忘录中的一段话 反映了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 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法 控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 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 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于是1909年 清政府就在北京成立了游美学务处 现后有四批学生之间派往美国留学 1911年的4月26号 清华学堂也正式成立 清华学堂成立之初 已经有了不少的中国教师 比如胡登傅登 但主事的却还是美国人 美国一直将清华学堂 是为他们自己在中国办的一所美国学校 所以在经费、校正以及课程安排等方面 都要由他们说了算 除此以外,还有更过分的 美方一定要在清华开设美国历史、地理、政治、公民等课程 并且要学生将美国历届总统、历史上的名人 以及所有的州、州府、每条河流、每座山川都一一备送送 目的很明显 美方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 都应该是感激美国政府 熟悉美国社会 具有美国人思想行为的中国人 这种种的行为 引起了中国教职员的强烈不满 那么这些怀有爱国心的中国教员们 是怎么反击的呢 下期我们告诉你